来看高雄市情人码头 历经13年的建设耗资70亿元 但是现在带你来看看这个景象 启用至今不到几年的光景 现在是一片荒凉 不仅绿色植栽都已经荒芜了 许多硬体建设更是放着在养蚊子 根本没使用 记者来到现场的时候 还没进到码头 感觉好像到了公墓 流浪狗甚至是比游客还多 2007年才挂牌的高雄市情人码头 现在是这副模样 从情人码头正门外围绕一圈 感觉像在荒凉的世界边缘 当年标榜要塑造成远洋的渔港 如今流浪狗比人还要多 我不是只是来看建筑 我要看建筑我干嘛来这里 用心去经营才会有人 才会吸引人来 就算在假日 记者到现场持集 渔港的自排已经生锈 海鲜集市关门大吉 盆栽干枯一堆 步道破裂凹都不平 有的木栈道甚至凸起 一旁的公园更是荒废的像是公墓 情人已处在杂草重生的地方 这个耗费70亿公堂的情人码头 一片荒凉 即使陈水扁时代大力推动 还获得公共工程金纸奖 在没有周边的产业配套下 这座用70亿来堆出的码头 也成了危险码头 中间新闻刘一清孙颖玉高雄报答